最近呢看到好几个小伙伴给我留言 问我这种超级迷你的拇指盆种多肉 为什么不爱扶盆呢 今天呢给大家看看我前段时间种的这些 已经完全扶盆的 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它们的口径呢基本上都是在1.8厘米以内的 这一颗奶白色的呢它的名字叫奶油美人 扶盆以后这个状态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这一颗呢买来的时候叫粉水晶 也不知道名字和它是不是相符 由于这种迷你盆它的容量非常小呢 所以我们在上盆的时候 这个颗粒一定要选择特别细腻的 尺寸相对较小的 因为这个苗太小了 所以你用小颗粒呢才有利于这个 后期长出来的根系抓得老长得好 太大的颗粒呢它不仅浇水以后干得太快了 这个根系呢也抓不住 再有它的这个配图比例呢 我是用了五五比例 也就是说用了五份的软质颗粒 加上五份的泥碳土 然后就是这种小盆浇水的时候 我们不用特别的小心仪 不用溜边浇 就是给它哪怕浇透了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盆子小干得会非常的快 如果说你的这个水分过少呢 还没有刺激它发奔 这个水量呢就完全干掉了 我这些肉肉的浮盆速度呢 大概就是两个星期吧 还是非常快的 越是小的盆呢 它这个浮盆的速度越是快 最后呢重点说一下这个粉蓝鸟 这一颗呢是养了三年多的多肉 最后被我种到了这个小拇指盆里面 之前我有一颗特别漂亮的水培的粉蓝鸟 就是这一颗 但是因为当初呢 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水里的养分 没有加营养液 它这个消耗就非常的快 你看这个就是当初夜心的位置 一直在消耗 最后没有办法 我就把它拿出来 修根晾杀以后 就挣到这个小盆里面了 现在的涨势呢 算是恢复过来了 像外层这些有伤的叶片 它之前都是在夜心的位置 因为养分不足嘛 它总是在消耗 所以呢 我们如果有养水培的小伙伴 在根系发达以后 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营养液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